在化学实验室当中有许多物质 它都相当的危险 但是只要你认识危害 它就不会 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是氢活酸 我们将介绍氢活酸的基本性质 氢活酸的应用 它对人体可能产生健康的危害 它造成危害的途径 在操作的时候 你需要注意的事项 以及氢活酸意外的时候 你需要怎么进行紧急的处理 最后要知道氢活酸 怎么做最后的非益处理 氢活酸的基本性质 首先氢活酸在肠温压下 它是个无色沉浸的气体 在低浓度的时候 水溶液中它是弱酸 随着浓度的提高 它的酸性会加强 纯的氢活酸是极强酸 它会解离成HF2 它与氢化合物会产生反应 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得到 它是个高垫幅度的物质 它跟氢相结合的时候 它会把大部分的电子 红活的结构拉过去 它的PKA约莫是在3.2 在工业上制造氢活酸 是使用银石跟浓硫酸混合加热 之后再利用分溜的方式进行存化 除此之外 在制铝的工业当中 会使用大量的冰金石 冰金石又称作六活化铝钠 它是一种白色的小的金体 在制造铝的工业当中 冰金石能够溶解氧化铝 在电解铝的工业当中作为助溶剂 制造铝的过程当中 使用大量的冰金石 每年约消耗了70万吨的冰金石 在制造铝的过程中 会有废气排放 这些废气当中 就会有锡的氢活酸 因此在制铝工业 为了要回收冰金石 也会同时间回收氢活酸 在制铝工业 也会产生一些公安的事故 在早期曾经有制铝的工厂 因为环境中废气回收的不恰当 而造成氢活酸飘散在厂区 制铝工厂的员工 长期性的吸入氢活酸 而造成人体的伤害 氢活酸的应用非常的广 化学实验室当中 有机反应会用到氢活酸去进行反应 在半导体工业 光学工业 在湿式石科制成当中 会用到氢活酸来进行石科的制成 在医学上 牙医会使用氢活酸 进行陶瓷脚牙的修复 在石化液 氢活酸用作催化剂 除此之外 清洁服务业也会适当的使用氢活酸 在处理它们的样子 氢活酸在工业上 有另外一种特殊的状况是气体 由于氢活酸在常温压下 它的确是气体的形态 在许多实验室操作的过程中 它是属于液体 但是我们必须要注意 特别的氢活酸气体钢瓶 它是一个高压的钢瓶 曾经有个案例 在一个气体柜当中 有一个无水的氢活酸的旧钢瓶 因为太久了没有使用 大家可能也都忘记 突然间发生了爆炸 庆幸的是当时并没有人在场 但是实验室遭到爆炸的损坏相当的严重 除此之外 因为大量的氢活酸 散播在这个实验室 必须要将大楼进空 才能够去做后续的处理 探讨它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这些氢活酸 可能会跟钢瓶中的铁 缓慢的反应 久了之后 会产生活化铁跟氢 氢气的压力会使得这个钢瓶 超过它的耐受的压力 而造成破裂 因此 所有的腐蚀性气体 包含氢活酸 应该在购买两年之内 你要用完 就算没有用完 也应该退回 不然的话 就会像这个案例当中 因为氢活酸的气体 放置了太久 无人闻问 而导致于它的爆裂 造成相关的危害 间接的氢活酸的伤害 可能的间接氢活酸的伤害 像是三佛乙酸的 氢活酸伤害 在这个例子当中 一名实验室的工作人员 他并没有戴上手套 就拿起了一个装有 三佛乙酸的容器 结果呢 他并没有注意到 玻璃瓶上面 有少量的残留物 过了几个小时之后 他的手掌 拇指 感到了疼痛 等到去处理的时候 已经是严重的烧烫伤 需要直皮 他并不知道处理氢活酸 会造成这样的伤害 而这个造成的伤害 就是氢活酸 三佛乙酸跟湿气 可能会形成氢活酸 而导致深沉的烧伤 在刚刚接触的数小时之内 可能你并不会感觉到疼痛 而忽略了紧急的处理 因此在处理任何化学物品之前 你应该要对于你即将触摸 处理的化学物品 有所了解 以避免可能产生的危害 在处理化学物品跟容器的时候 你应该要假设 所有的物品 他都可能是已经遭受污染 你必须要佩戴适合的手套 进行处理 才是安全的行为 使用氢活酸 或者是三佛乙酸的时候 请必须要在实验室 准备一个氢活酸 紧急处理套件 虽然最近对于 三佛乙酸的伤害 是否是氢活酸 造成仍然有争议 但是目前临床上 治疗三佛乙酸的伤害 仍然是以 氢活酸的伤害 作为处理的意义 氢活酸对人体的危害 首先我们要必须要探讨 氢活酸当中的佛 佛在人体当中 是一个微量的元素 人体每日需要的佛量 约莫1到1.5毫克 摄取小量的佛化物 是可以有效的预防助养 可消化性的佛进到 消化到脏中 几乎会被人体全部的吸收 进入血液循环系 75%会跟血浆中的 半白结合 其余的佛理子 会通过毛细管 进入到人体的组织 最后面 佛理子可能会 沉降于骨骼及牙齿 最后面 它也会有部分 处存在于人类的毛髮干肾当中 要呼吸道 也可能可以摄入佛进入人体 所谓的佛中毒 是指经由食物 水 空气 或者是其他的途际 进入到人体 引起的中毒 大部分的佛中毒 都是慢性的居多多 主要会在骨骼 牙齿上面的印象 但是也可能会影响到 肝脏及肌肉 佛化物对于皮肤 及一些黏膜 有强烈的刺激的作用 它可能会引起 难以愈合的皮肤溃烂 急性的支气管炎 甚至肺水肿 佛化物跟胃酸结合之后 会产生氢活酸 它可能会去腐蚀 侵蚀到消化道的黏膜 同时佛也会阻止许多 酶的合成 会抑制酶的活性 因此摄入大量的佛理子之后 这些佛理子会与身体内的 洋理子 例如钙 酶 酶 等理子形成 不易溶解的佛化物 一方面呢 可以减少佛的吸收 保护你的身体 不受到这些佛的侵害 另外一方面呢 它同时会间接地 干扰你身体的钙酶离子 引起你身体里面 整整酶系统的活性 佛它也会抑制 骨头的零化酶 会影响你吸收钙 以及在身体里面的储存 除此之外 佛它还会抑制 脱轻辅酶的系统 使我们的三缩酸循环中断 会妨碍正常的灵酸化过程 阻碍能量的获得 青佛酸的毒性 它大于佛化钠 又会大于佛化钙 今天我们要介绍一个 青佛酸所造成的死亡案例 青佛酸是一种腐蚀性 有毒的意志 皮肤接触少量之后 也具有潜在的毒性 在下面这个例子当中 可以看到 如果有实验室人员 低估了青佛酸 所造成的风险 其实是相当的危险 即使是相对少量的 浓的青佛酸 都可能造成 急性的全身性的毒力 还有一个死亡案例 一名实验室的工作人员 他正在通风厨当中 处理70%的浓的青佛酸 对于他的样品进行消化 推测他当时处理的量 大概是100到230毫升左右 他不小心打搬了青佛酸 而这些青佛酸 搬倒在他的膝盖的双腿上 因为他虽然穿戴了 个人的防护装置 但是是仅限于他的手套 因此他的双腿 是并没有遭受到防护 尽管他赶快用了 紧急冲水装置 冲起他的双腿 但是他的身体 仍然有9%的青佛酸的 烧烫伤 他并没有再 碰到青佛酸的区域 涂抹葡萄酸钙的凝胶 也没有在冲水的过程当中 移除掉他被污染的衣物 他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 及疼痛 随即他跳入工作场所 后面的绿化游泳池 并在那的地方浸泡 等待了约40分钟 直到救护车的到来 等到车到来的时候 将这名男子送到医院 去进行急救 发现他已经进行 急低钙血症的症状 很快的他就失去了知觉 虽然医生为他注射了 皮下注射了葡萄酸钙 经脉注射钙美离子 但是他的病情不断的恶化 事发7天之后 他的右腿被截肢 发生事件后的15天 他死于多重器官衰竭 希望借由这个死亡案例 能够提醒大家 提高对于浓的轻佛酸的 认识及他的危险 希望在处理他的时候 需要严格遵守预防措施 能够了解到这些的重要性 他的致病基准是什么 由于轻跟佛 他是以非常牢固的 共架件的形式相结合 所以轻佛酸 他在身体里面的解离 速度非常的慢 使得轻佛酸 他会比其他的酸 能够穿透的更深 甚至伸到身体里面的骨头 及循环系统 而刚刚提到的 佛理质对于钙美理质 有很强的轻合力 它会在身体中形成一种 难容的眼泪 会导致血钙过低 甚至于血美过低 血脚过高 它会直接的影响到心 脏以及神经系统 影响轻佛酸的全身性的毒性 最主要就是佛理质的重量 因此在皮肤突入的时间 以及表面积 及轻佛酸的浓度 这是一个影响到 他致病的肌转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轻佛酸所造成健康 危害的途径 轻佛酸造成危害的途径 主要有皮肤接触 吸入 以及其他 在皮肤接触过程当中 当然包含了眼睛 以及一些黏膜 吸入主要是从呼吸带进入 其他途径 譬如说不小心的误食 在皮肤和黏膜当中 伤害的程度取决于 轻佛酸的浓度 以及孤露的时间 在美国的NIH 提出了一份报告当中提出 在50%以上的轻佛酸 它会造成的是 化学性的伤害 它会产生立即性的疼痛 以及非常严重的伤害 在20-50%的轻佛酸 可能当时会有少量的疼痛 它发生在30分钟到6个小时之内 你会感觉到疼痛 跟你的伤口 会接触到的病状 会有明显的不适感 在20%以下的轻佛酸的时候 它可能会延迟性的 才会感觉到你的不适感 甚至于是溃烂 它可能会造成到 6-24小时之内 才会发生阻止的坏事 另外在鼻腔 是属于吸入性的轻佛酸 呼吸道灼伤 它会造成喉头肌呼吸道的水肿 支气管炎 严重的时候会影响到呼吸 那这个呼吸道的症状 它甚至于比较细微的 脱沉的状况之下 它会延迟到12-36个小时 你才会感觉到这个发生 轻佛酸它造成的危害图形 从年末当中主要是从眼睛 眼睛遭受到轻佛酸的铺路是非常严重的 它可能导致短暂的 或者是暂时性 甚至永久的视力丧失 甚至是失离 藉由摄入的过程当中 主要是建议有肠胃道 摄入轻佛酸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它不容易治疗 而且极容易导致死亡 由于刚刚提到过 轻佛酸它进到你的身体里面之后 会经由你的消化道 呼吸道 进入到整个身体的循环系统 它会造成 除了你的肠胃道的烧烫症之外 它会并发的是腹痛 恶心 甚至可能造成吐血 或肠道穿孔的症状 佛理籍 它会产生身体的毒性 会破坏到身体的磷酸化的现象 会控制到能量的产生 破坏糖类的分解 使得身体无法有效的利用葡萄糖 在心血管系统当中 它会导致血氧过低 电解质不平衡 它会导致致命性的心率不整 在神经系统当中 由于佛理子会跟钙媒理子去结合 会影响身体里面的理子的平衡 会导致你的静电膜电位的效量 造成自发性的放电 产生身体的抽搐 肌肉颤筒 手足无法控制 对于泌尿系统的伤害 长时间的血氧过低 会导致恒蚊肌龙脂 甚至会病发 急性的肾衰竭 在操作青佛酸的时候 我们应该注意什么事项 首先 必须穿着实验衣 佩戴护目镜 当然更重要的是 你必须要佩戴适当的手套 由于青佛酸的肺点滴 必须要佩戴口罩 并在通风处 甚至于在通风柜当中去启用 避免吸入气体 青佛酸它应该要 置放于 适当的容器 缩要容器 据是否以吸容器为最佳 在低温真空环境下保存 才是最安全 切记 不可以 以玻璃器皿成装 因为青佛酸会腐蚀玻璃器皿 造成危害 在青佛酸的附近 你不得摆放金属物品 可能造成一般的危害 由于 青佛酸 它接触到金属 很容易产生氢气 它会产生的一些燃烧的现象 您说使用过的针筒之后 应该立即使用大量的水去做稀释 并将这些肺液 倒入乳素的肺液桶 去做后续的相关的处理 在青佛酸使用的时候 特别应该注意的安全就是手套 错误的手套 也可能导致青佛酸的灼伤 曾经有一位博士或研究员 在实验中 不慎将一些酸拨到他的手套上 很快的在手套上烧了一个洞 造成的轻微的二度灼伤 很明显的 他并没有使用正确的手套 在实验室处理化学物品的时候 应该要先调查了解 你所处理化学物品的性质 并针对这些性质 选择适当的防护设施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事实上你应该要理解到一件事情 没有任何一种手套可以保护你 免受所有化学物品的侵害 事实上所有的手套材料都会被化学品降解 只是时间的问题 如果你使用的是一次性的手套 并且它喷肩到你的手套 你应该立即的更换 如果你使用的是非一次性的手套 你应该要想办法尽快的换上另外一副手套 从日常生活会用到的简单的手扒击手套 性质用的乳胶手套 工作手套 到我们实验室常常会用到的实验手套 在使用氢薄酸的时候 我们建议你应该使用钉琴橡胶手套 或者是绿钉橡胶手套 才能够做到最好的方法 在氢薄酸意外的时候应该的紧急处理的步骤 首先我们来看一些新闻上面氢薄酸的议题 氢薄酸的意外不时我们会在新闻上面看到 南科的女员工打翻化骨髓 喷溅腹部 索性送医抢救无碍 另外也有的就是 无良包商只告诉她的员工去清洗 但并没有告诉她就是化骨髓 化骨髓就是我们所谓的氢薄酸 也有一些更悲惨的案例 是年轻的移工她并不懂 她使用的是氢薄酸天天到腿上 结果她的生命就这样子失去 虽然氢薄酸的危险性大家都知道 但是近年来我们还是会看到 氢薄酸的意外频传 我们在接触氢薄酸的时候 如果有意外的时候 我们该讲紧急的处理 以下有一个氢薄酸手部伤害的照片 我们先提醒你这个照片可能会造成你的不适 请注意做好心理准备 可以看到在这图片当中 这个手大量的灼伤 我们可以想见的这个患者 他接触到短时间接受到大量的氢薄酸的伤害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氢薄酸的腐蚀性是相当的长 如果我们碰到氢薄酸的处置 伤害我们该怎么处置 如果不算是吸露的治疗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处置 首先我们应该要移除污染源 并将患者移到空气流通术 如果呼吸停止 我们应该赶快给他进行心肺部输术 如果可以的话 给予手持的喷雾气 给予2.5%的葡萄酸钙容易给治疗 同时间我们应该第一时间打电话给医院 请救护车赶快进行治疗 如果是皮肤暴露在氢薄酸的处置与治疗 我们该怎么办呢 第一时间我们应该用大量的水去做充食 如果可以我们应该使用佛黎子结合剂 在受伤的地方 我们能够浸泡冰的0.2%的海胺 注意的是我们应该要不断的勤劳的去更换这个浸泡液 因为你的佛黎子能够越快的代谢掉 对于你身体的吸收是越有效的 我们能够在同时间不断不断的去置换 这些佛黎子结合剂的同时当中 我们也同时间应该尽快的通知救护车赶快来处理 如果没有佛黎子结合剂的时候 我们要用大量的薪水去做冲洗 如果可以的话呢 我们尽快的将换部浸泡于含有钙或美的离子的容影当中 如果说是眼睛接触到的时候 我们应该撑开眼皮 以缓和流动的温水赶快去冲洗眼睛20分钟 而且注意的是赶快去就医 若不算食入或吞入 切记不可以吹吐 因为吹吐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早日食到反复的灼伤 我们可以在这时候尽快的给予牛奶 葡萄酸钙容易 钙片 含美的胃乳片 以让这些东西跟佛黎子结合 降低你身体摄入的可能性 当然第一时间请打电话给医院 佛黎子结合剂当中有许多商品已经商品化 六佛黎龙液器 它可以同时间抓住三个氢黎子和六个佛黎子 它的使用方法就是在氢黎酸的旁边 建议你如果在使用氢黎酸的一分钟内 你应该马上的去处理 可以有效的降低你身体摄入佛黎子 造成氢黎酸的伤害 它的熬合作用并不会放大你的污染的面积 因此它是一个目前认为 它是一个有效的急救的方法 但需要注意的是 它开封过的有效期限只有180天 因此在实验场合当中 如果有要操作使用氢黎酸 应该随时注意 你身旁的佛黎子结合剂 是否在有效期限之内 除此之外 虽然冲洗可以有效的移除表面的氢黎酸 但是它没有办法移除掉已经渗透到更深层的佛黎子 在这种情况之下 皮肤接触的氢黎酸 你有没有使用葡萄酸钙凝胶 它会是一个关键的因素 葡萄酸钙凝胶 它必须要先用清水冲洗 那不断的是以葡萄酸钙的凝胶去涂抹患部 持续的按摩至少15分钟 并且在15分钟之后 再重新涂抹一次 一直到疼痛消除为止 注意的是 葡萄酸钙凝胶软膏 它不可以用于眼睛 也不可以处理皮肤有伤可出 更不可以恐怖 它的副作用就是 过量的钙离子 它可能会造成身体的钙离子的一些负担 因此对于钙离子的补行性处理 你要先用清水去处理 钙佛酸的肺液处理 首先钙佛酸它应该处放于 聚乙烯、铅 或者是碳佛化合物的容器当中 聚乙烯的装置 我们需要有二次的为主 同时我们要有明确的标示 并置于通风阴阳术 同时间钙佛酸应该远离玻璃 金属、水以及养化物 钙佛酸的肺液处理 目前在业界半导体、在供电厂 普遍使用钙佛酸作为 湿式食科制成的化学药剂 因此它使用了大量的钙佛酸 在浓度较高的钙佛酸 它还可以委托厂商进行回收、处理、再利用 其它含氢佛酸的肺水进入到氢佛酸的排放系统 在这个排放系统当中 需要加入钙离子以形成佛化钙吸出 同时间再处以沉淀剂使它沉淀移除 降低沸水中的佛离子浓度达到排放标准之后 才能够进行排放 当然在实验中的氢佛酸的肺液也应该以这种方法同时间处理 氢佛酸与钙离子的结合会影响到它在整个系统中的浓度 因此如果你的肺液当中有其他的硫酸或者是磷酸 或者是其他酸 它可能同时会竞争你的钙离子 必须要注意的是在这种环境当中 你必须要适度的提高你钙离子的含量 肺液的沉装及保存 由于氢佛酸一旦流到外界之后会产生不可预期的影响 因此我们除了肺液桶 我们必须要预测肺液桶它有可能会不小心的破损 所以在肺液桶你应该要二次为主的设施 二次为主的成盘 它的体积需要以肺液处理的1.1倍的量 一旦你的肺液桶不胜破裂的时候 你的肺液不会流到外面 同时间我们在最后面处理需要加入钙眼 以安定这整个系统 并将它的pH值调到大于7 以上是我们的报告 谢谢你的聆听